大家好,我是Kirgo 歡迎大家收看黑貓一起練英文 今天要看的新聞都是關於疫情 是關於什麼呢? 他們有一個叫發燒諮詢中心 這新聞是關於這件事情 我們看一下他們說什麼 東京都発熱相談センター 相談が多いため電話番号を増やす 東京都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が移る人が増えて 一昨年の10月から発熱相談センターを開いています 熱が出た時にどの病院に行ったらいいか わからない人が電話で相談したり 病院を案内してもらったり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東京都によるとウイルスが移る人が多くなって 電話が急に増えました 今月1日は1000件ぐらいでしたが 18日は4800件ぐらいで5倍ぐらいになりました 電話がなかなかつながらない時もあるため 東京都は20日から番号を増やしました 03-5320-4592は24時間いつでも相談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03-6258-5780は午前9時から午後5時までです どちらの番号も英語や中国語、韓国語など 11の外国語でも話すことができます 最近この新闻はなかなかの電話に増加しました なのでご視聴の電話が増加する新闻 就加開了這個專線號碼 FUYASU就是增加的意思 然後電話番組就是電話號碼 然後CENTER就是中心的意思 所以SOTAN CENTER就是一個諮詢中心的意思 東京都因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人逐漸增加的關係 由去年的10月開始就有開設了一個發燒諮詢中心 熱が出た時にどの病院に行ったらいいか分からない人が電話で相談したり 病院を案内してもらったり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當自己發燒的時候 不知道應該去哪裡的人 就可以透過諮詢熱線 了解自己要去哪一間醫院 東京都因為感染病毒的人變多了 所以這類電話之訊也突然之間激增了 這個CUNY FLAME MASTER就是激增的意思 今月1日は1000件ぐらいでしたが 18日は4800件ぐらいで5倍ぐらいになりました 這個月1日か月1日ぐらいには約1000件 但18日到達488件ぐらいで5倍ぐらいになりました 就是增長5倍的意思 因為電話經常難以撥通的關係 東京都在20號開始就加開了專線的電話號碼 專線0353204592的話 是24小時的專線可以給大家隨時撥打咨詢 這裡要注意的就是電話號碼 初班剛剛學日文的同學就要記得 如果看到那個Hive 環間的時候 我們日文是會讀No 而其他就照平時數字這樣讀就可以了 專線03 6258 5780 就是可以在上午9點到5點撥打 這個Color マデ 是一個非常初班的文型 大家一定會學過的了 Goacheng 即是上午的kuji 就是9點 Color 開始到gogo 是下午的goji 就是到下午5點為止的意思 就知道了 那邊的文型 哪邊的文型都能夠提供 英文中文韓文等 共11種外國語言的諮詢 這句是非常之教材 非常之標準 可以用在剛剛學大家的日本語時的文型 非常之準確地顯示出來 例如 とちなの 就是無論是哪一個 もも やど的意思 やなど的文型 另外 コットができます 就是能夠做到以上的事情 今天的新聞就看到這裡 我覺得今天的文章 不是很難 但裡面有很多巨型 就算大家剛剛學習日文的話 也有見過 例如電話號碼要怎樣說 或者中心幾點開到幾點 甚至是舉例之而此類之而此類 或者是能夠摩啥的文型 在這篇文章也出現了 大家可以再翻看幾次 就可以溫習初班的文型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讚好和分享出去 明天再看看其他的新聞 再見 拜拜 當中間 九戶 四日 兩 doubled 四日 二 during 四日 谢谢观看